那么到这个别的机器上 咱们可以验证一下啊 比如说PIN一下 金1.金点.com 是吧 你看到他能解析出来啊 NS.lookup 是吧 金1.金点.com 是吧 都能解析出来啊 他是通过谁啊 他是通过前二这个记忆解析的啊 他顶上就有这个记录了啊 那么这是前二 前二他通过这个 Forward的这种方式呢 他可以这个从金1上去解析这个数据 然后他自己在这儿换存一份啊 换存一份 那么他就可以再给前二 再给别的机器提供这个换存服务啊 那么接着往后呢 咱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如果咱们把这金1停了啊 金1咱们给他停了 是吧 停了之后呢 咱们看看这他还能不能解析啊 停 金1.金点.com 你看 还是能解析的 还是能解析的 ns 读客 不依靠金1 他一样 可以解析出来 一样可以解析出来 这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金2上已经有换存了 有换存的话 金1是停了 他也能 解析 是吧 但是你要解析别的 比如说你解析 金2.金点.com 你发现他现在呢 就是解析不出来 为什么呀 因为之前并没有通过 金2 从金1那解析过这个IP 所以金2上呢 就没有这个相对应的换存 所以说他就没有这个记录啊 就是咱们说这个意思啊 只有这个解析过的 他这个金2上才有换存记录 那么以后别的记者再访问他 他就能够 继续的 提供这个服务 刚才咱们就解析了 这个金1.金点.com 所以他就能解析 别的机器 他没有通过他解析出来 咱们就没有记录 他就解析不出来了 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就是通过这个缓存 这个缓存DIS 来减轻金1的压力 在网络中 你可以多做几台 这个缓存服务器 让他都通过金1 再做这个forward 是吧 那么他金1的压力 逐渐就小多了 你一部分机器设的 DIS只到前二 一部分在指到前三 是吧 金1的压力相对就小很多 他点上有大量的缓存信息 是吧 那么这是咱们讲这个 缓存这个服务器 那么除此以外 还能做什么呢 还能做这个 当然这个就属于 不是很重要的东西吧 我会点击一下 比如 金.com.cof 这个啊 哎呀 又用这个打开了 比如说什么意思 你看啊 咱们这个 3W的这服务器 3W的 金1.com 咱们解析的是不是 100.1 是吧 是这个机器 是吧 那比如说 YYP 再P 我同一个域名 我可以让它 解析出来多个IP吗 比如说 这个指导 三上 这个指导 二上 啊 这个指导 机上吧 啊 你看 三大段 TN.com 我解析到 一二 机这三台机上 可以吗 也是可以的 啊 我再把这个 从底下 restart一下 这么做 有什么用呢 做这个用 啊 你看啊 比如说 我把这个DNS 我再给它换过来 啊 还是让它 从金1上 去做这个 解析啊 把它当了 再up一下 好 这个在生产印线 干嘛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定 行 呃 三W 点 点 好 回车 解析到一百点D 再定 一百点D 嗯 就这个解析吧 它是因为什么呢 这个解析出来是最快 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 就是实际上 它这个解析啊 你看 它每次解决的第一个地址 是来回再变的 一二 能实现一个什么效果呢 就是说 咱们在企业里可以用这个来做什么呢 做负载均衡 负载均衡啊 那么底下这些机器啊 一二 你可以多设几台 就是这个网站 你可以这三个服务器上放三份啊 那么 这个负载均衡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同一个服务 同一个服务 我多个服务去嫁 那么别的机器进来呢 它会自动判断这个网络颜值啊 这些东西 当然用这个DNS来做的网络颜值 这个这个这个负载均衡不是很好 负载均衡的意思就是说 呃 我同一个活多个服务器来干 负载嘛 均衡 均衡到不同的机器上 它这只是能做这种简单的负载均衡 就是很明天的 通过这个访问 一次给你换一个IP这种方式 来做这个负载均衡 咱们后边要讲专门的这个负载均衡的话 真的负载均衡 它这个设计原理上要比这个好得多啊 当然这是一种方法 负载均衡这是一种方法 用通过DNS的这个 一个域名对应多个IP 它也可以做这种简单的负载均衡啊 但是体验应用不是特别多 你知道有这么回事 这就行啊 那么这是咱们讲这个安邦的啊 DNS 体验里面的应用啊 大概呢 就这么多啊